很难想象这些全部是从一个家里 清出来的杂物 从二楼阳台到巷子口 总共38个人接力 大大小小四五十代 在整理前这个家就像仓库堆满东西 右脚受伤 长期都生活在一个脏烂的环境当中 它那个伤口我们很怕说感染 那所以就一再地跟游先生做沟通 沟通五个月后游先生终于点头答应 让师工打扫 沙门 玻璃窗仔细清理 蜘蛛网也不放过 地板露出原本的洁白 门框的缝隙也协助填补 感恩各位师兄师姐的协助 让这个家庭能够恢复到 以往的欢乐景象 希望他们也能保持现在这么干净 我的脚断掉 我从一楼上来二楼 我要爬三十分钟 陈思杰让我重生 他一步一步地教我 人生要怎么奋斗向上 人生一连串打击 但总是有贵人相处 比较好的公车 把公车停在这边 公车司机背我背到我二楼 我真的很感动 公车司机说也是实际人 志工关怀这个家庭将近一年半 持续送来祝福 而游先生也决定要把爱传出去 杨豪要当实际人了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林应正 魏文辉 朱贵芬 台北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